這次選舉的結果,你覺得選民反映了什麼問題? 你從這次的投票率有百分七十,再加上很多當選的議員 其實他本身都不是依賴所謂的政績吸引選民的支持 所以你很清楚看到這次的選舉,那種政治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兩邊陣營都會用政治議題,包括建制派說反暴力的公投 民主派說這是五大訴求,一起公投的概念 所以投票結果,二百多萬香港市民,差不多三百萬香港市民投票 而得出來的結論就是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香港市民 在這個背景之下,接近二百萬香港人,投了票去支持 同意五大訴求,一起公投的一個政治群體 而建制派就得到大概三成幾四成的選票 而結論就是,始終這是單議席單票 所以因為我們多數的時間,就變成我們會獲得議席相當多的 在意識上,一方面就是市民大眾有藉著這麽和平的手段 去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對建制派的不滿 亦都是成功的 但第二個亦都會顯示了未來的日子 因為民主派在議會工作上,也有更大的要求 因為我們背負著民意的訴求 民意的訴求是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你作為區議員有你的基本責任 不管你怎麽說都好 第二個就是,遇到特區政府自己提出一些課題 你是不滿的時間,你會怎麽做 你是不同意,你會怎麽做 你同意的時間,你怎麽交代給市民聽 那這一種是下程上達的工作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亦都是我們新任區議員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形態 到最後當然就是說 有了這個工作平台之後 我們是否能夠善用區議會這個工作平台 去令到一些想推動的長矣工作 想完成地區深間細作啟迪文字的工作 解決社區遇到的一些問題 而這些問題各國可能是面對的就是 面對的是,部門和部門之間不協調 是否可以通過區議會作為協調的機制呢 區議會是否可以重新去定性 或者定義自己有的資源運用方法和方向呢 這些都會在區議會層面上 有我們需要應對回應市民 在要求你做好區議員這個工作上的一個表現的內容 另一部分就牽涉到 當你要面對特區政府自己提出的課題的時間 你要表態,你要在諮詢民意的時間 你的做法是怎樣 是否像過往建制派保皇黨那樣 總之政府只要簽名就是呢 還是不是呢 我們在新的環境之下 所有的新的同事 新的區議員同事都會以樂區資訊的形態去做呢 或者開工廳會去做呢 我們將和民意之間的距離 藉著區議員的存在 而是可以拉近 去令到就是說 議會是作為一個反應民意的平台 是能夠選擇準確和有效 這個我覺得 亦都是很多是和理非的街坊朋友 期望我們區議員 區議會能夠達致的一種是處境的 所以我希望 如果有朋友有同事是未明白這個角色 其實可以有很多發揮的空間的話 我們都很樂意去做好這部份交流的工作 去令到大家更加掌握 如何善用這個區議會的平台 去做更多心間細作 去將這個信息傳達 去將這個啟迪文字的工作 那你覺得 反送中差不多五個多月 今次的這個選舉的結果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是 即是值這個機會 改變香港的政治格局 我們當然期望 但是要改變香港政治格局 本身都要面對中央政府 這一種利用代理人的方式 去應對香港的政治問題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中央政府是必須要明白到 香港人的反抗根源是在於 中央政府是不信任香港人 就是在於他的干越黑手 越伸越遠 他為了實現這個全面管治權 他是用盡各種不同的手段 令到我們壓到頭不過氣 所以我想這個是他必須要正視的 只要正視就是 他正視就是 其實香港人 你看看昨天的投票的狀況 是可以排這麼內隊 仍然都很秩序的投票 證明了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能力 是獲得更好的政府 我們也是值得 有一個更好的政府 是為市民工作 作為人民公佈 所以我覺得 這些都是 在這次的選舉裡面的反應 其實中央政府應該要 要知識 要看得通的一種狀態 另外就是 你知道海外那邊 他對於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是有很多 負面宣傳 負面宣傳 一個是暴徒 第二個就是港獨 這方面 很簡單 我用回抗爭者的口號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 在香港其實那個暴政 好像不是那麼表面化 但是問題就是 實際上真的存在 而這個也在投票裡面 你會見到很多香港市民 你以為他不知道 原來他都知道 所以他就 得走了這麼多 保護黨的區議員 因為 本來你有不同的身份的話 你都應該是 盡納你的爭言或者戒言 但是這裡的 過去保護黨建制派 就是保護黨建制派 他們是不會越來越半步的 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會對 有了這個 法民主派 主代區議會 有多一些的期望 因素就是 我們那個成長 我們那個出任區議員的 身份 目標 不是為了 只是獲取自己的利 名與利 是希望能夠通過這個過程 這個身份 是幫到社區做好 做好民意的橋樑 我想 在這個部分 那個投票率 那個投票率 踢了保護黨 其實反映了 市民大眾 都是對過往的現象 是非常之不滿的 所以一次的重爆發 是令到有今天的狀態 那對於這個 暴政和這個 港獨這方面 你有沒有更加重新的一個 其實香港人根本就 本來就沒有港獨的這個概念 我們有的是自治的概念 有的是高度自治的概念 有的是 對言基本有45條 68條的概念 但是 自從梁振興 炒越了港獨這兩日子之後 變成了 港獨固然不可以 即連學術可能都不行 跟著就是自決又不行 民主自決又不行 民族自決又不行 那你見到 其實這個龍門 是不斷是由德國 中央政府擺的 所以 既然你這樣擺 大家更加不在乎 你要怎樣擺 那這個港獨和這個 自治之間的區別 其實 如果你有 即我是理解的 就是香港人 如果你真正是有這個 港獨自治的話 基本45條 18條給你的一個 真正的民主普選的話 其實就不存在 需要不需要獨立的問題 是吧 只不過就是說 當某些的路徑 是原來走不通的時間 大家才會在 從一個 夢想和目標的角度 好 覺得 那個人說到都不行了 不如說到吧 儘管困難更大 是吧 是吧 但是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就是 正正因為 剛才我講 原來應該 影響了給香港人的 民主政制 是不出現不存在的 所以 我覺得 也是那樣 如果你是想 盡量反正的話 又回去 這個 基本功 你可以是 給香港 有45條 18條 真正的民主普選 另外就是 現在美工大學的 那些 學生情況 還有很危機 那 你覺得可以做些什麼 我想其實不是我可以做些什麼 是特區政府 是遇到這件事的時候 兩個形勢不可以誤判 第一就是說 從他所知識的 有這麼多人過去探過的時間 他應該知道 現在美工裡面 存在的留守者 其實根本就不是他眼中的暴徒 第二就是說 他應該知識就是說 那些人只不過就是 可能是勞過 可能是探手足 然後就是暈了在那裡 之後覺得不捨得 所以不走 如果這個背景的話 也都很明顯地 你根本就不會有任何的證據 是進一步去檢控 他是一個所謂暴動分子 而你只依賴就是場地的本身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 我都覺得對特區政府來說 是有條件 可以是透過回應 民意的訴求 再下台街 然後是好處理這件事 他現在最和平的手段 是解決問題 但是這些 也都要看回 這個特區政府自己本身 是政治拍力的 如果不是 都是解決 都會是視乎功半 所以你有沒有派遞 都想已經離開了 我不知道 我在報導是這樣說 所以現在有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一些 其實是 可能是下來陪人 和人一起到 沒有想過自己 你會這樣被圍 所以我覺得 他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看這件事 但現在就不是 警方將裡面的人 全部定性為暴徒 你才是問題所在 但實際上是否是暴徒呢 是否暴徒呢 是吧 即使你想檢控他的時間 以暴徒罪檢控他 有甚麼證據才能入罪呢 如果這樣不存入條件 為何你不善用現在的客台街 有多少問題呢 沒有 你還有其他事嗎 沒有 謝謝 我不中錯了 市民知情權 新聞資訊自由 和認真自由 出合公司